Hello 大家晚安 我是博盛 今天要帮各位介绍是我们Carola Sport的一个方向盘 两侧的一个拨杆开关 那我们在左边这边帮各位介绍一下是我们的一个大灯 大灯调整的位置 那我们现在的大灯都是自动的 那我们先打开电源一下 那我们现在打开之后的话 我们这边稍微帮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的灯 那我们现在的大灯都是auto自动的 自动的他们已经没有off的位置了 那我们如果说有切换上来 这是小灯 小灯然后大灯大灯的位置 那我们如果往前压的话 它会产生远灯 你可以看得到远灯的开关 这个有小灯大灯远灯 我们现在来讲 现在这是远灯 我可以看得到这里有远灯的符号 那切回来是近灯 然后我们如果超车闪烁灯往里面搬 前面是远灯近灯超车闪烁灯 然后方向灯 方向灯的位置 那里面这个是我们的雾灯 前雾灯跟后雾灯 那开关位置的话在这个 上面这里可以看得到我们的一个大灯 前雾灯后雾灯的开关 那我现在关闭 现在开启前雾灯后雾灯 那如果说我们有切自动的话 十三分上面还会有一个auto 还有一个auto 我们一定要在大灯auto的位置 他这边就会有远近灯自动 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auto的位置也亮灯了 最后一个有一个A的话就是远近灯自动 那我们再帮各位复习一下 我们的开关有自动 自动大灯感应式的 那我们的小灯大灯往前推是远灯 接下来是近灯 然后我们的闪烁灯 方向灯左转 右转的方向灯 那我们的内源的话有前雾灯跟后雾灯 前雾灯跟后雾灯 可以看得到我们的灯号上面有显示 那左边呢这个是我们的大灯的一个调整 我们的拨感 这是我们大灯的一个调整拨感 那我们右边呢是我们的雨刷 雨刷的拨感 那我们这也是在这边帮各位介绍一下 我先把电源关闭 那往上刷的话是刷一次玻璃 如果说往下搬第二段来讲的话 它这个微调 第二个是间歇 有我们的一个 3秒5秒7秒的一个微调开关 然后快跟更快 那这是我们雨刷的部分 如果你忘记是什么档位往上推 回来永远是关闭 回来永远是关闭 那我们这个是五门的 所以后面还有一支雨刷 我们用转的 间歇 连续 间歇 关闭 那喷水呢往里面搬是前面喷水 那往后面搬的话 往前面搬是后面喷水 那这是我们的雨刷的一个喷水的一个位置 那我们再复习一下 刷一次玻璃 然后间歇 快跟更快 那如果不知道什么档位 推回去永远是关闭 那后面是间歇 连续 间歇 关闭 往里面搬前面喷水 往前面搬后面喷水 这是我们的雨刷建议下雨天再调整 做使用 那这边是我们的一个雨刷拨杆位置 还有我们大灯拨杆的位置 那我们这台是Carola Sport 你们看到这里有个加 还有这边有一个减 那我们这台是有手自排的功能 所以如果你在切换的时候 可以在这边切换手排自排的位置 加减档 这台是时速手自排 所以你在行进间的话 可以在这边排档 加档跟减档 可以在上面拨 我们这有换档拨片 那也可以使用手自排 直接在这边换档 换档 这边是大灯的一个调整 跟我们的后视镜调整的开关位置 跟我们雨刷的一个调整开关位置 大灯跟我们雨刷 那这两个是拨杆的位置 那我们中间这里有气囊 不要压中间压底下 压底下就可以 去使用我们的车子的一个喇叭 提醒对方用的 或者两侧都可以 中间的话尽量不要 因为要很大力才可以使用 那我们再过来的话 左手边这边 这边是我们的旅程电脑的开关 我们还是稍微帮各位介绍 这是返回上一页 然后我们的电话可以在这边接听 接听 如果蓝牙有设定的话 可以在这边接听 然后我们的音响的大小声 还有我们的声控功能 如果有影音板的话 就会有声控的功能 那我们这个十字轴呢 我们就看一下前方 我看一下前方 那我们现在看到仪标板上面 我们可以看得到 来 那左边的话会看到有一个叶子 现在是叶子 有一个叶子 那上面就可以看得到我们的油耗的位置 那我把灯关一下 好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我们现在的油还可以跑25公里 好 那我们的油耗值来讲 它这是国外的标准 它是以100公里 它是以100公里 可以跑多少油耗 好 那我们这个把它做个调整 切换一下 我们把它设定成一公升跑多少公里 等我一下 我们在显示设定里面 可以帮它做设定 我们的单位把它改成一公升跑几公里 好 那我们开始帮各位介绍一下 我们的仪表板 我们放大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好 那我们的切换都是在这边切换 好 那我们看一下仪表板前方 好 仪表板前方 好 那我们先发动好了 好 那我们发动的时候 所有的灯号都会消失 好 都会消失 好 那 一般来讲正常就会显示 好 那我们现在油量有比较少一点 好 来 那我们从左边开始帮各位介绍一下 如果说左下角有一个叶子 就是我们的旅程电脑 那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油耗表 我们的车子还可以跑25公里 那只要加满油 这边会自动出现我们的油耗表的一个位置 那再过来 我们这边是一公升跑几公里 一公升跑几公里 会显示在这里 好 然后我们往下 如果车子在开的时候 这个长方形 长方形 如果说有我们的指针在这边跑的话 就是省油 如果跑到最右边就是耗油 那底下是我们车子到加油站的距离 还可以跑25公里 然后就会启动我们的备用油 备用油 备用油 然后这是第一个 我们的叶子的旅程电脑 然后第二个是车道偏移 如果说你有上高速公路的时候 可以往刚刚的位置切右边 切右边 那就会回到我们的那个车道偏移的位置 那我们这台车的话 有跟车的一个功能跟自中的功能 那这里是车道偏移的警示系统 我们放大在中间的位置 放大在中间的位置 好 再过来的话 这个是我们现在发动已经一分钟了 那没有行驶 所以行驶距离是零 第三个 第三个这个是启动后的行驶距离跟时间 那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的设定值 那通常这个时间来讲的话 有些都是会跑掉 那我帮各位做个说明一下 我们现在这个OK的部分 你只要如果按一下的话 我们那个时间现在18分 按一下就会变归零了 所以往往有很多客人都是时间会跑掉 那如果跑掉该怎么调整呢 在这个时间的位置里面 我们只要按住OK 要按住OK 不是按一下 按住OK之后 我们现在把时间调整一下 我们把它设定成24小时 然后现在的时间是晚上8点41分 20点41分 我帮各位把时间调整好 41分 好 那这个就是设定好了 我们时间设定好 只要按我们的右上角 右上角返回 我们的时间就设定好了 现在是8点41分 好 那第二个按钮是我们的LTA 就是车道偏移的调整开关 一样按住OK 就会进去我们的调整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车道中心 它是自中的打开了 那转向辅助也是有打开 然后我们的警报感应是有开启的 那包括我们车的车辆的一个偏离 晃动的一个侦测都有开启 那我们框框往下移 包括我们的偏移晃动的一个敏感度 都可以在这边调整 那如果说没有需要调整就不要动它 那原厂已经有调好了 那再过来 这个是我们预警防撞 现在是有效 然后我们把它先关闭 关闭出现什么 这边出现一个预警防撞 off了 off了 就是我们现在预警防撞是关闭 它出现无效 记得一定要开启有效 然后再过来 这个是我们盲点侦测 现在是有效 我们按关闭的时候 你可以看我们的VSM的字样 我们现在关闭VSM的字样会不见 那开启的时候 我们的后视镜的灯号会亮起来 会亮起来 就是我们的盲点侦测已经开启了 已经开启了 那一样你要按住它 一样可以进去调整它的亮度 还有敏感度的位置 都可以在这里面设定 那再过来的话 我们的组 我们有一个组HUD的一个有效 有效 那这个HUD的话 是在我们的仪标板正前方 这样看可能不是很清楚 有看到了 你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有车道偏移 还有我们的速度 还有我们的引擎转速跟档位 会显示在这个 我们的HUD的显示画面 那这只有驾驶座看得到 驾驶座可以看得到 那这已经开启了 那如果说我们按一下关闭的时候 我们的抬头显示器就看不到了 我们就看不到任何东西 一样按一下之后就会显示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上面有挡起来的位置 就是让各位看一下 它有一个车道偏移 车道偏移 还有我们的速度 还有我们的档位跟转速的部分 那这是我们的主要的HUD调整的开关 再往下 我们那个开关一样按住它 进去之后来讲 它有一个亮度跟位置 可以在上面调整 亮度跟位置 也可以在上面调整 也就是说 如果觉得不够亮的时候 一样我们按住OK 进去可以调整它的亮度 亮度 可以调整它的亮度 如果不够亮 你可以看一下 有没有变比较亮了 变暗了 亮度可以调高一点 可以基本上看得到为主 我们看到我们的车道偏移 还有我们的速度 还有我们的档位 还有我们的引擎转速 都显示在这里 这是我们的一个亮度调整 再过来的话 它可以依照我们的一个 高低的位置去调整 它是可以调高低的 我看到变高了 变低的 因为我们人有高低 所以有比较高的跟矮的 所以就可以调整我们的高低度 可以看得到 这个高低可调 然后再过来说我们的显示设定 一按按住OK 它可以做转速表切换 然后我们关闭 我们切成ECO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上面改成有ECO的 跟转速表的 现在变转速表了 然后如果说你改成ECO的话 它就会变底下日子在跑的时候 会出现节能跟耗友的动作 上面来讲的话还可以按空白 就不会有显示任何的功能 它有三个功能 我们看一下 按进去之后有空白 ECO指示灯 还有我们的转速表 那我们现在设定在转速表上面 再过来 驾驶辅助是有的 有的 如果关闭的时候 它就不会有我们的驾驶辅助 你可以看到两条线不见的 就是我们车道偏移的部分 它是可以设定开启跟关闭的 现在开启了 那这是车道偏移的警示灯 警示开关 那再过来的话 我们的角度 我们的左右边的角度可以 左上右上 我们一样按进去可以调整 我们的HUD 高低角度可以依照我们的需求去做调整 需求去做调整 然后一样跳出来 这是我们的主要的HUD的画面 那车辆设定来讲 点进去之后 一样它是TPE WS 这是我们胎压的一个设定 那我们不要去动它 因为有些是由服务场设定的 那再过来一个显示设定 那我们按一下进去 按住OK 第一个是语言 我们也是按进去给各位看一下 它有英文跟中文 我们现在是繁体中文 那再过来就刚刚的单位 我们可以看得到1公升跑几公里 那在国外都是100公里跑几公升 100公里跑几公升 好 那再过来仪表版模式也是一样 我们在这边切换 切换然后按住OK进去 可以切换成数位 OK 我们在上面出现一个数字了 这就是数位模式 大家按一下就会显示 我们的指针模式一样 可以做到这边调整 然后ECO我们可以开启或关闭 然后再过来 这是我们刚刚的旅程电脑 按进去可以设定 你要设定油量表还是什么功能 可以在这边看 重启后的平均或重设后的平均 加油后的平均油耗都可以去做设定 然后再过来是我们的 这个是我们的旅程行驶的选择 还有我们的行驶项目的选择 都可以进去看一下要调整什么 行驶 我们是设定行驶时间跟行驶的一个距离 经过距离跟时间 那这是关闭我们的MID指示幕 还有出厂设定值 如果说有状况的话 才要用原厂出厂设定值 那基本上这个是设定的部分 如果说有需要调整再过来调 那千万不要去乱调整 不然有一些设定会跑掉 那以上这个是我们第四个齿轮 就是设定 设定 然后我们再切过来最右边 你可以看到有一个三角经浪号亮起来的时候 会跟你讲它现在有什么状况 现在我们的是燃油量过低 所以它一直显示有三角经浪号产生 我们的油亮灯亮了 很需要去加油了 那以上这个就是我们左手边的旅程电脑的开关按键 电话进来有个接听 还有我们的音响大小声还有声控功能 那么 右边来讲的话是我们的定数符号 好定数符号 那我把它放大一点 好那我们定数的时候 只要按一下我们的右边这个开关 按一下之后它会显示我们的 左上角这里会出现一个定数符号 那开到我们要的速度之后 然后按一下 我们的set键就会设定 设定完之后可以在这边加速跟减速 比如说现在是100 1001,102,103 然后99,98,97 那踩刹车会解除跟按中间的cancel会解除 那我们按启动设定的时候 我们记得把我们的旅程电脑切右边 把它两条白线放到底下来 好就可以看得到雷达就绪了 雷达就绪就是我们开到要的速度 然后按set 那我们的雷达就绪底下就会出现我们的速度 那再过来如果说要调整我们的长中短距离 按一下会出现长中短 我们的距离 然后底下这是测到偏移跟自中的功能 如果你关闭的话 那左右的两条白线会不见 那就没有自动自中跟偏移的动作了 再按一下 你看它写LTA系统已开启 有转向辅助的功能 那我们再复习一下 准备 设定 加速 减速 再刹车跟按cancer都会解除 然后我们的长中短距离 还有车道偏移 然后右下角这个是我们的第几首歌 第几个电台的调整 然后这个按久一点我们的音响 来我们按一下 好 那我们按久一点 我们的音响就会变静音 再按久一点 我们的音响就会恢复声音 对 就会恢复是声音 那我们如果不要 我们就按久一点 它就会产生静音了 那以上这个是我们的音响 还有我们的仪表板 这个控制开关 那我们在这边 帮各位复习一下 我们的大灯调整 还有我们的雨刷调整 还有我们的旅程电脑 还有我们的定速 还有我们的 长中短的距离跟车道偏移 还有返回上一页跟我们的电话接听 音响的大小声跟声控 还有我们的 静音键跟第几首歌的调整 那以上这些是我们方向盘的功能调整 那在这边跟各位分享 那后面也有我们的换档播片 加档跟减档都在这边 那以上是我们针对方向盘的开关按键的一个操作说明 在这边跟各位分享 如果觉得今天的影片介绍的不错的话 记得再帮我们分享 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感谢各位的观赏 谢谢 拜拜 晚安啰 integrity 欢迎来下午 下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